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雨是今天的降雨的几率稍微的高了一些 那么受到阿玛尔台风呢 那么它经过巴斯海峡 然后接着呢往广东呢 这个这个前进 那么它的外围环流 对于包括了像是南花莲 还有台东 恒春半岛 屏东 这一带呢都会带来一些 这个外围环流的雨势 中央迄向局呢 还针对了这几个地方 包括了台东 恒春 还有包括了这个南花莲 以及澎湖金门马祖 那么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 要小心注意哦 那么这个台风在经过的时候呢 它所带来的外围环流 好不过这个地方呢 降雨的部分呢 降大雨的部分比较集中在南台湾 还有包括了离岛的这个金门马祖 澎湖地区 那么至于在其他地区就北部地区 以及中部地区还是高温炎热 不过呢热对流的几率也开始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呢 北部地区云量比较多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6度 不过中央气象局呢 也提醒中午前后呢 台北市新北市大台北盆地 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而中部地区呢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午后热对流的情况是增加的 降雨几率是30% 不过雨没有下下来之前很热 白天的温度27到35度 中央气象局呢 也针对了台中市彰化县 南投县云林县 那么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可能在中午前后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南部地区 阴时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就高达60% 甚至于可能会出现大雨 所以南部地区呢 今天呢会明显的有所变化 东部地区多云时云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 当然这一个台东呢 是降雨几率相当的高 不过呢 花莲跟宜兰 也有30%到40%的几率 不过呢 要注意的是花莲县重谷 以及宜兰县 在雨没有下下来之前呢 中央气象局呢 高温资讯认为这个地方 今天中午前后 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 至于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呢 降雨几率呢 是30% 白天的温度28到3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已经30.7度了 所以今天的温度真的不能够小看它哦 那么台中 花莲 高雄 目前的温度是28度 台南29度 宜兰30度 台东26度 澎湖是29度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仍旧跌多涨少 延续了上个礼拜五 以及礼拜一的跌幅 只有费城半导体是上涨的 高雄公寓指数 下跌了154点 刷盘指数是32909点 跌幅百分之0.47% 纳斯达克小跌了0.272点 那么是平盘 S&P指数下跌了9.28点 刷盘指数是4128.71点 跌幅百分之0.22%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20.946点 刷盘指数是2864点 涨幅百分之0.74% 好 受到费城半导体上涨的影响 所以台股相关的ADR其实涨多跌少的 台积电的ADR上涨0.93% 鸿海的ADR下跌了0.41% 热光的ADR上涨了1.02% 那么连电的ADR上涨了0.45% 中华电信的ADR小涨了0.07% 那台子旗的夜盘呢 其实也有反弹 上涨了59点 好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的是油价 油价大涨 因为沙兽地阿拉伯呢 那么提出了警告 现在呢过去这一段期间油价的回档呢 是因为市场担心 未来经济会衰退 需求会减少 但沙兽地阿拉伯呢 就喊话说 如果说呢 这一个整个的供需呢 没有办法平衡 而到最后呢 需求真的大幅度减少的话呢 那沙兽地阿拉伯就会考虑减产 好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38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3.74美元 涨幅3.74% 而拜布兰特原油也大涨了3.74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重新占回了100关卡 来到100.22美元 涨幅3.88% 所以沙兽地阿拉伯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说 它不会让油价下跌的 好 这一点呢 影响的能源市场是相当大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农粮价格 在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呢 提出警告说呢 这个农粮价格的期货市场跟现货市场 出现了明显的落差值 而且这里面明显的是有一些空头的卖盘 打压了金融市打压了这个期货市场 那么现在这些空头呢 正在撤退当中之后呢 其实我们看到农粮价格就是涨多跌少了 那么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大涨了2.82% 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1.62% 芝加哥玉米期货也上涨了4.22% 最近化学肥料的价格其实也在上涨了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随着呢 昨天美国的经济数据不加 然后美元指数呢拉回 那么黄金呢就出现了反弹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12.8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61.20美元 涨幅0.73% 巴银的期货涨了0.78% 铜的期货涨了1.2% 把金的期货则下跌了0.45%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元指数一度冲高 来到了2009年22年来的新高之后呢 那么出现了拉回 下跌了0.46个百分点 来到了108.54% 不过仍旧是在近20年来的相对高点 那么欧元兑美元呢 小幅度的升值 不过仍旧是价格低于美元 1欧元只能兑换0.9969美元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下跌了45点 跌幅0.6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16点 跌幅0.26% 德国法兰科普指数下跌了36点 跌幅0.27%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昨天呢 这一个标普全球 那么S&P Global呢 它公布了他们在全球去调查 最领先的指标 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估值 每个月的21号左右呢 他们会先公布初估值 然后接着下个月的1号 他就会公布 他们公布的这个调查的确定值 从初估值来看 全球都有萎缩的疑虑 从美国 欧洲 亚洲 全球都是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标普全球公司呢 他公布美国8月份的综合PMI指数 一口气再度的下滑到了45 50是景气融库线 超过50才叫做扩张 低于50就代表着会衰退 那现在从标普全球的指数来看的话呢 美国其实未来半年之内 陷入衰退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45 这个呢是创下了27年来的新低 27个月的新低 就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 但如果你扣除掉COVID-19 扣除掉COVID-19产生的短期的冲击的话呢 它其实是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 好 所以影响气非常大 这里面呢制造业还勉强的 站在50之上是51.3 但是服务业就明显的快速下滑 来到了44.1 所以通货膨胀确实影响了人们的消费意愿 尤其在服务业的部分特别的明显 欧元区的8月份的PMI指数呢 也是下滑到了50之下的49.2 这里面呢制造业的部分呢 也同样的勉强站在50之上 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服务业的部分呢 也是在50之下 这个是欧元区的这个部分 那么英国 德国 法国的表现都不好 日本的部分呢 虽然他们的调查 他们的PMI指数 制造业的部分呢 还是有站在50之上51 但整个扩张的步调已经是 去年1月以来的最低 而服务业的PMI呢 也降到了49.2 也就是50之下 所以呢这个衰退的疑虑 大幅度的升高是非常明显的 那不止这个数据啊 显现美国 欧洲 亚洲的经济数据都不好 那么在房地产的部分呢 昨天美国所公布的数据更加的明显呢 营建业的许可呢 比前一个月减少了0.6% 新屋销售呢的月增率 就比前一个月呢 大幅度的减少了12.6% 所以房地产的衰退 是非常的明确的 好 这个是全球景气的部分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美元指数呢 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大家认为呢 连准会持续的偏鹰派 9月份呢 甚至于有人认为可能会升息3嘛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使得美元指数标不停 昨天在盘中的时候一度标到了109.27 它呢 再度的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 不过 那么到了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济数据不佳 不管房地产的部分 或者是在PMI指数 采购金人指数的部分 所以呢 美元指数呢 就拉回来到了108.51 可是呢 仍旧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点 而且也使得全世界的资金呢 都快速的流向美国 好 那么这里面就要来观察 9月份到底连准会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看到呢 这个摩根大通哦 他们认为连准会呢 9月应该会是最后一次大幅升息 那么之后呢 经济放缓的迹象会更加的明显 会使得连准会的态度呢 就不会再出现 让市场意外的偏鹰的行动 那不只是摩根大通是这样认为 包括了扎达银行啦 还有RBC啦 都很乐观的认为说 哎呀 现在市场充分反应了 在这个礼拜呢 Jackson Hall 这个央行年会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可能会讲一些鹰派的谈话 所以现在市场充分反应 可是呢 只要鲍威尔讲出来一些呢 对于市场来讲 听进去好像可以解读为 没那么鹰派的话 市场就会反弹了 好 这个是 这个同志银行 比较乐观的预估 好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若从资金的流向来看的话 6月中旬美股强谈以来呢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6月 7月资金还是从美股流出 但上个礼拜 以及前一个礼拜 过去这两周 资金呢 快速的回流到美股基金 那么从这个 Refinti Reaper的数字来看的话呢 过去这两个星期流入 美股的共同基金的资金呢 达到117亿美元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美股反而是陷入了整理的一个态势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印尼昨天呢意外的升息 这四年来呢 首度的出现升息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通膨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呢现在传出来打算要放宽边境管制 要来冲观光业 大家还注意到了吗 刚刚提到的PMI数字 它的服务业并不好 所以呢要冲观光业的态度 是相当明显的 好 在通膨上面呢 花旗银行呢最新的预测 那么英国的通膨率在明年初的时候 可能会冲向百分之十八点六 它最新的数字是百分之十点一 已经到两位数了 那花旗银行认为呢 在天然气价格高涨不下的情况之下 冬天通膨的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所以呢它明年一月会到百分之十八点六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 能源价格可能真的降不下来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已经喊话了 这个呢是沙奥地阿拉伯的能源部长 那么这一个阿波多拉基兹呢 他说现在呢整个期货市场 极度缺乏流动性 它跟基本面呢 还有跟现货市场已经完全脱钩了 那么看起来原油市场 期货市场的下跌 其实呢在这个现货市场上面 人就是供不应求的 但是如果期货市场人就如此的话 那么沙奥地阿拉伯是有可能联合 方面都在朝向宽松的情况之下 他们估计今年之内 人民行有可能会继续的降准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陆港股昨天呢都是下跌的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1.57点 收盘指数是3276点跌幅0.05% 那么深圳城市下跌了50点 跌幅0.4% 香港恒生指数跌幅就比较重 下跌了173点跌幅达到了0.88% 成交金额是这个收盘指数是 19483点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昨天呢股汇双跌 股市的部分呢继续下跌了149点 勉强收在15,095点 不过跌破了月线 所以两个交易日呢第一天跌破了季件 第二天跌破了月线 那么成交金额是1704亿元 外资呢当然继续站在卖超 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卖超 而且卖超了167亿元 投信小福买超了这个3.48亿元 而自营商卖超了26亿元 那么另外呢在汇市的部分呢 新台币呢央行似乎有放手 因为亚洲货币对美元都贬值的情况之下呢 使得新台币呢昨天重贬了1.09角 而汇营人士呢估计热钱流出去的 大概超过10亿美元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的主要货币对美元 不管是欧元啊或者是日元 当然昨天在亚洲市场的时候 对美元都是贬值的 那么如果说以今年以来来看的话呢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 最近有在加速 那么新台币贬值了8.32% 欧元贬值了12% 韩元贬值了11% 日元贬值了16% 如果你看到欧元韩元以及这个日元 贬值都超过了一层 那么现在看起来人民币跟新台币 要撑住困难度 其实是很困难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半导体的市场 明显的再度的看到萎缩的状况 那么向下修正 成长趋缓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 WSTS发布最新的 全球半导体市场展望跟预估 在手机笔电跟平板需求 明显转弱的情况之下 整个市场的成长率 从成长16.3% 下修为成长13.9%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每个人微温亮 请不要订阅 这些人带来 我们慢慢进行 对 如果我们已经进行 那些东西 都说了 我们说 我给我们的 我们再来 您排阏